主席 各位同仁 吳部长 还有教育部文件会的各位代表 今天本席还有 等25人 等25位委员 共同提出 艺术教育法的修正草案 艺术教育法 在86年 制定 其实当时提案也是本席 这个提案还是本席 当时的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其实时空环境有所不同 那么现在 其实有必要提出来 做修正 来将我们的 艺术教育能够真的 把这个根基 打好 本席提出来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教育部应该要站在整个国家 未来艺术文化 文创发展的长远 目标 做政策的 除了宣导 政策的拟定目标以外 法令规章的修正非常之重要 不可能说你现在文化部组织法已经通过了 明年一定要上路 那么紧接着我们教育部组织法也会修正 将来整并的就是教育部是整并的 体委会嘛 还有部分的亲服会 那文化部他整并的就是新闻局 还有相关的一些跟文化 艺术 其实是有相关的 部会的单位 那么既然文化部已经在明年就要成立 文创法也已经都立法通过 紧接着还要设立文创院 那么艺术教育的根基 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做一些修正 那如何来因应未来产元的发展方向 再说我们现在生活美学馆 过去是由社教师来负责的社教馆 现在已经隶属文建会 未来的文化部 他也已经都正式挂牌 而且都是一个机关单位了 那么他们也成为生活美学馆 那我们所知道 为什么会当时会把社教馆整并到文建会 因为其实所做的工作 跟文化部文建会所做的工作 其实是重叠甚多 那么经费的使用 也都有互相需要支援的地方 那么再说 这个生活美学馆 目前已经确定在文建会 而且也是未来的文化部 社会艺术方面的推广 其实是靠这个生活美学馆 它不再是跟学校里面的艺术教育是同样的 你在学校里面打好艺术教育 但是你到社会就是 要把艺术跟文化能够连结 做更好的推广活动 其实在艺术教育法里面也是定得很清楚 但是主管机关一直都在教育部 所以你们也知道 以前你们给社教馆就是每个月两万元 然后其他不管 那民间的活动都是向文建会申请的 所有的民间关于艺术文化 我们委员都知道 申请的单位你向教育部申请 大概很难获得经费 都是要向文化部 所以而且在第三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12年国教 如果不跳票 顺利在103年上路 未来你有一个部分是要珍视的 那个部分就是单科型的学校 它可能就是艺术体育等等 这样的特殊的学校 它是用珍视的方式进来的 所以整个形态都会改变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把艺术教育法 也做了一方翻修 根本没有办法因应 我想教育部你应该站在长远的规划 来思考这个问题 而不是只是想说 私生恋不得在学校发生 六岁小孩不得补习 或者是这个抽烟的老师 不能去珍视当校长 管这些事情 不太对吧 应该是往长远的国家 未来的规划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管私生 念管六岁小孩 要不要这个补习 管这个抽烟的老师 是不是可不可以当校长等等 虽然社会对这个有期待 但是你用评鉴 用这个真视 你就可以把不适任的老师 或不适任的校长 做个淘汰吗 你应该管的是国家的长远政策方向 那么这个艺术交易 很重要就是 我把各类艺术交易的形态 来做一个分类 就在第三条很清楚 有三个部分 以前就是没有把它规范清楚 第一个是学校专业艺术交易 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规范 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专业艺术大专院校的专业艺术交易 也就是这样 台北艺术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 台南艺术大学 还有一个传统艺术学院 是不是 这个就是第一项的 第二项就是一般大学院校里面的专业艺术交易 像师大音乐系 东海音乐系 或者是台中的 或者是其他的学校高中职的 这种技术学校 第三类就是高级艺术学校 像彰化有艺术高中 其他学校 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高中 那另外还有特别的艺术才能班 这种专业艺术教育 就像小民女中 他们经过核准来设立的 或者师大附中 经过核准设立的艺术班 的这个学校 真的是专业的艺术教育的班 这个要把它分类清楚 你将来才能够因应这个 来做更好的规划 那么还有这个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学校一般的艺术教育 还是社会的艺术教育 社会艺术教育刚刚平熙已经讲过了 像生活美学馆 它所在从事的 大概社会的艺术教育的推广 当然还有社教 社区大学里面当然也有部分 社区大学里面的部分 其实它如果学习的也都是一种推广的 艺术方面的一些学习跟 跟课程嘛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 我们把它分清楚 社会艺术教育未来能够隶属于文化部 那么其他的艺术教育 是在你的教育部里面来处理 那为什么里面还有 专业艺术教育的学校 本席提出来说 它将来主管机关 能够让教育部跟文化部 其实未来像这些专业艺术的 这些学校的专业课程 它其实是要培养专业的艺术人才 那它将来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文化部的一些资源 如果你没有跟文化部做结合 我们像一般中和大学一样 你还要卓越计划 要申请卓越计划 你像一般大学一样 完全都 它怎么比得上一般的其他的大学 它还要接受这样的规范 它永远没办法培养出真正专业的艺术人才 变成大家都是通才 那不是资源的浪费吗 我想因为时间到 等一下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等一下咨询去来谈论更深入的地方 也希望各位也能够